就是一个大染缸 有些人总是忍不住诱惑 做出一些出格的事 之前马荣和王宝强的经纪人颂哲 现在又来了白百合 调戏嫩磨 只是可怜宝宝和雨凡 成为了别人的笑柄 网友称 要想生活过得去 总要随意带点绿 这一绿陈雨凡就悲剧了 看白百合好像 还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虽然说有一些 在国内的代言和活动被取消了 但是在国际上 还真渐渐有了起色 这部就连影视作品 都有人在找他出演了 白百合都出来了 已经暂时退出娱乐圈的陈雨凡 又怎能不回来呢 根据可靠消息 陈雨凡参加了梦想的声音 很快我们就能看到消息了 爆料后的白百合最近出现在了大家面前 现在身边已经换了新的男朋友 这位男朋友看起来斯文绅士 还是很适合白百合的 另外他自己也说过 现在比较喜欢欧美男人 可在美国的凤姐却不这样想 在一次直播的时候 还特意告诉大家 不喜欢白百合 更是讨厌白百合 不为孩子想象 作为一个母亲 根本就不尊重自己 不喜欢他的面子 不喜欢的 然后他可能会站起来 对 其实是很担心的 也讨厌白百合